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全国的家长会长报告 我们全台湾孩子在学校吃的饮料午餐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大系统 这个系统是所有的食材要有三章 就是肉品肉品的标章 有机食品有机食品的标章 受远的标章 还加一个QR Code 这就是表示全台湾数位化 整个台湾这一个农产品建立整个机制 这个机制后面连接到每一个生产者是谁 他的名字是谁 做什么地址 电话 统编 千金足足 所以 这一个系统后面 不是一天建立得起来 这是整个 全部通通要建立得好好的 我们应该把这一套 这个一个中央厨法 那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厨法 那我们来跟地方 大家一起配合 然后有一个好厨法 然后营养师都是最棒的 都整个建立 我相信 这个才会把孩子这一套做好 台湾有全世界最好的健保 每一个人拿健保卡出来 方便得很 而且建立整套制度 也是这一次我们防疫 做到世界第一的原因基础 现在台湾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养午餐制度 这个营养午餐制度 用本国食材百分百 从昨天开始 一个孩子一餐 三块半提升一倍 变六块 这一整套建立起来 让家长放心 让孩子健康 国家强大 这是今天政府要做的事 你是蔡总统 特别交代说 整个我们学校 不只是校园要安全 到明年二月底 斑斑有冷气 中午吃营养午餐 用美国食材 今天一大早 来跟所有的国人同胞 家长报告 请放心 请安心 有政府会做事 努力做 而中央跟地方配合 一定做得好 那本国食材 农与民销入好 孩子身体好 国家就更好 本国食材都在校园 请大家支持 请大家检验 请大家放心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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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